大家好,这里是花苗娱乐,我是小编 今儿小编跟大家唠唠最近娱乐圈关于孩子的事 最近在娱乐圈也不知道咋的了 一个个陆陆续续都把孩子的事爆料出来了 小编数了数啊 到目前为止有五个孩子被曝光出来了 最开始是郑爽 郑爽跟张恒带运两个孩子的事被爆料出来了 这个大瓜让大家啃了个随宝哈哈 郑爽和张恒的事没过多久啊 华晨与张碧晨的孩子又喜提热搜了 最事让大家也是十分惊讶的 华晨与张碧晨没多久 前几天王子文突然冒出来 发了个图表示孩子都好几岁了哈哈 这事让大家也是十分的吃惊 大瓜一个接着一个 这还没完呢 昨天也就是15号 知名男星张宇健也跑来凑热闹 张宇健发文表示和吴倩早就结婚了 而且还有一个女儿 这事让大家更惊讶了 因为张宇健之前一直是单身的人设 这结婚生孩子小饼干脚其实没啥 你该承认就承认呗 谁家没几个孩子哈哈 你结婚生孩子也不影响你拍戏 你该拍戏拍戏 作为艺人是用作品说话 而不是靠这些花边新闻 总之有孩子就是有孩子 结婚就是结婚 勇于承认哈哈 娱乐圈关于孩子的大瓜有点多 小饼干脚这和郑爽有关 因为郑爽影响力 可以影响娱乐圈的大方向 郑爽之后 其他明星不得不承认 要不怕到时候被爆出点啥事 那影响就大了去了 所以这时候出来承认 还会树立孩子父母的好形象 另外粉丝通过郑爽的事件之后 心理承受力变强了 对于其他明星 没结婚有孩子这事 都不算事了 只要孩子是自个儿的就好 哈哈 从郑爽到华晨宇 再到王子文 如今张雨健也承认 与吴谦有孩子 娱乐圈咋的了 说说你的看法 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 点赞留言告诉小编 然后想看更多最新八卦娱乐 欢迎大家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